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先后去了厦门 永定 大浦 潮州四个地方 下面请看采访报道 我们一来到极美小学就看到极美小学的校长欢迎我们的到来 进入校园后 宽阔的操场映入眼帘 穿过操场我们就看到高大庄严的陈嘉庚先生 调像树立在教学楼前 他就是极美小学的创办者 走进教学楼 我们就按照指示去不同的班级上课 有的同学上音乐课 有的同学上音乐课 有的同学上美术课 还有的同学上电脑课和华文课 还有的同学上电脑课和华文课 课间休息时 同学们向当地学生询问了一些感兴趣的问题 我觉得他们跑得挺好的 他们跑的速度比我们快 而且他们还跑得比我们整齐 我跑完了一圈后很累 但是我一直坚持下去 因为我不要让他们看不起我 你们有几次课间休息 我们早上有三次课间休息 下午有一次课间休息 你的脖子上带着是什么呢 是红领巾 在学校我看到很多学生戴着红领巾 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少先队员 只有学习成绩优秀 还有品德好的人才能成为少先队员 谢谢 你们一年有几次考试 我们一年有两次大考 是期中考和期末考 然后呢 其他的考试是两个单元 可能会考一次 那你们考试前压力大吗 压力不大 只要你认真复习 就不会觉得压力大了 你是怎样准备了 认真读课文 认真读词 认真复习 第二天一早 我们就来到了厦门市前浦南区小学 我们先参观了学生们的作品 我们一致认为他们写的字 既整齐又美观 接着 我们就看到同学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进操场做早操 我们跟着同学们一起做 因为我们从来没做过 大家觉得实在太难了 我们跟不上节奏 也跟不上他们的动作 1 2 3 6 7 8 6 2 早上结束后 我们被翻到不同的班级 但令同学们意外的是 我们并没有直接上课 而是去教师 这可是他们每天上课前必须做的运动 做完运动 我们就跟着老师和同学们去课室上课 同学们一共上了四节课 和周围同学的关系从陌生到熟悉 我们平均都上了三节不同课目的课 中国的同学们上课时 坐姿端正 非常安静 大家都认真地听老师讲课 另同学们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那堂作文复习课 老师讲了写作文的四个要点 还让同学们分享了他们写的作文 我们听了他们写的作文 觉得他们写得太好了 每篇作文的内容都写得既生动又精彩 真的有太多地方需要向他们学习 因此我们在课间休息时 访问老师和同学 你刚才上了哪堂课 我刚才上了作文的课 你对那堂课有什么感受 那些同学们都分享了他们写的作文 我觉得他们的作文 用了很多好字好句 句子也非常精彩 刚才你老师表扬你写的作文非常的好 可以分享一下你怎么写的那么好吗 要多想多说 想就是要构思构思好自己的作文 说就是要在自己的心里说出来 这样就能记住自己的构思作文 还要多写 先把自己的作文写在草稿纸上 然后再依次多次进行修改 这样就一定能写出一篇真正的好文章的 谢谢 请问您对我们新加坡学生有什么印象呢 新加坡进入班级的这五个孩子 学习非常的认真 听课特别的专注 这是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 那您觉得我们可以从中国学生的身上学些什么呢 我希望你们能够多学中文 因为我们的中国的语言文字是非常美的 那么能够像这个我们的孩子一样 或看中文书 这是我的想法 谢谢老师 这所学校也为学生提供了各类课外活动 让学生的学习生活更加丰富 那我讲是那些二部的学校都很高 时间要拋得多一点 时间对这个后续的讲解 他拋了很多心理情节 他从这个抗是学的 对他写的时候他就知道 他去写 他去写 他去写这个 他写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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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平时参加哪些科学活动 我平时参加了打羽毛球练书法 还有骑自行车活动 那你们呢 我平时参加了书法打乒乓球活动 你最喜欢的活动是什么 我最喜欢的活动是打羽毛球 我最喜欢的活动是打乒乓球 为什么呢 因为打羽毛球可以健身 因为打乒乓球可以锻炼眼睛 使势力不会下降 谢谢 两天的交流学习很快就结束了 同学们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 离开了当地小学 同学们在和中国朋友的交流过程中 了解到当地学生的校园生活 及多姿多彩的校内活动 同学们也觉得中国朋友学习认真 态度积极 他们勤奋好学的学习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牌钓 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